歡迎大家收看相關關心地圈的歡迎新聞 歡迎家庫兒新貴的志工媽媽 今天是一套早正公大城香港的風波高校 由後來掌握參院科的老師 來教他們做健康美美的冷靜塑 每三個五十個平衡秀夫做的家庭 這年溫暖的外面讓手已經受傷 還在做客間的志工媽媽是堅持不可以親家 一定就要來到三天 因為一千兩百粒像我們愛心的甜蜜貴拼 是他要帶過秀夫做家庭中秋快樂的心意 塞夫中一般一般的蛋黃酥冰冰 要讓他行出最漂亮的外表 這座蛋黃酥的不是米包店的塞夫 是婚姻家庫五星輝的媽媽 這個活動是前早以前就有策劃 那時候我都已經報名了 就想說這個活動這麼有意義 所以說雖然我的活動受傷 但是我也是希望做現場來參加這個活動 秀夫生這裡一個多月 每天要學家也是要來到三天 五星媽媽就是這裡夜情和溫暖 所以中秋節精靜 他們小酒來到這裡 要到庭做出一千兩百粒的蛋黃酥 我們發動了四十位的兒心媽媽 然後一起來做月餅 然後送給我們的岸家 我們一大早七點多 每一個媽媽就不只這個遠近 就一起不約兒童的來到這裡 我們希望藉由我們這些兒媽媽 他們的愛心的這個月餅 然後讓我們的岸家吃在嘴裡 填在心裡 然後過一個不一樣的中秋節 來自個鄉頂齊的五星媽媽 為了要趕緊將這麼多蛋黃酥做得好 和溫暖一起演唱 做會送給平衡家庭 他們早上就來當工 好知道有台神香港的老師 慢慢涵集到 大家分工做得快快 從去年開始就跟自豐媽媽們 一起跟家福一起做愛心 那我們的話 動員我們餐飲科老師 一起來幫忙協助這樣 節性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 借用場地的話 給家福中心來使用 然後一直無常平衡使用 那我們一起來一起做愛心 好好的蛋黃酥 不然親手店家賣的 那樣好看又好吃 最重要的 是裡面有滿滿的愛和關懷 因為五星媽媽的熱心 讓平衡家庭可以過幸好的中秋節 愛心儒家 和心媽媽 大人三公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去吃零一零 菜鳳報道